大家好,我是仙家老板娘,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烹饪甲冻良剂,肉骨茶,软骨,我们的食品包装无需解冻,可以立即烹饪。 我们不建议使用太小的烹饪锅,它可能会导致包装袋破裂,一个大锅可装两到三包食品。 水烧开后,将肉骨茶包装放入锅中,记得,整包食物需要让热水覆盖哦,定时煮8分钟。 等待8分钟,取出肉骨茶包装,倒入碗中,一碗热腾腾的甲冻良剂肉骨茶,软骨就做好了。